台積電來加碼投資美國 等於是進一步擴大全球布局 我們接下來就帶您看看 台積電在全球各地 有哪些新建中 還有已經運作的晶圓廠 我們先來看目前 在新建中的晶圓廠有哪些呢 先看到的是最新 在美國的亞利桑那州 那麼從本來規劃的一座 現在變成了兩座 那麼也是以先進製程 三奈米還有四奈米為主 當中的製程還有量產時間 都提升了 而來到亞洲看 亞洲目前是日本的雄本線新廠 這也是以十六還有二八奈米的成熟製程 為主 雖然目前是規劃一座 預計二零二四年投產 可是日本官方現在看到說 台積電去加碼投資美國 所以據傳他們要來積極爭取 再蓋一座要打造的是高階的 先進製程工廠 但是台積電目前還是 嚴守一個原則就是 最先進的製程是留在臺灣的 所以會在新竹打造五座 目前最高階的三奈米廠 預計二零二五年投產 同時在高雄 高雄會新增一座成熟製程的生產線 二八奈米預計二零二四年投產 而臺積電目前已經在運作的晶圓廠有哪些呢 臺灣從新竹 臺中到臺南 總共是有九座 當中是從最高階 還有到成熟製程通通都含瓜 那麼在中國是有兩座的 包含像是歷史最久的上海廠 還有後來的南京廠 不過你會發現都限制在比較低階的 成熟製程 那麼臺積電很早之前其實就去過美國了 當時是在美國的華盛頓州取得類 做晶圓廠 目前生產的是打造以所謂的記憶體 概念為主 台積電雄本廠預定二零二三年九月完工 日本官方除了鎖定成熟製程主力 還對台積電遞出橄欖枝 想爭取再蓋先進製程工廠 日本官方希望台積電擴廠 並導入極紫外光設備基台 雖然台積電對此沒有進一步評論 但目前興建中的熊本廠任務加重 資本支出從70億提升到86億美元 每個月12寸晶圓產能目標 也預估從4.5萬片拉升到5.5萬片 預估2024年12月起出貨 而日本經濟產業省對於合作補助 也不遺余力 台積電與索尼半導體等出資之外 政府補助4760億日元 占投資比重約40% 半導體被視為重要戰略物資 歐洲也積極拉攏台灣護國神山 產業界分析 台積電有望應德國政府邀請 設立12寸晶圓廠投資車用晶片 落腳地以慕尼黑呼聲最高 但還在評估當中 至於波蘭除了與台灣簽訂 避免雙重課稅協定 還希望雙方經濟合作更進一步 台灣半導體廠能到當地設廠 大家都想想台積電 正說明了台灣的科技實力與角色 新新聞曹生黃冠偉採訪報導 大家都想想台積電 那麼台積電現在到了亞利桑那州 設廠也連帶引發了不少台器 都到這邊來前往投資 除了漢潭 帆軒這些很重要的 相關供應鏈夥伴都已經前進 美國之外 鑑於在這個新廠區附近的 華人是比較少的 生活圈偏美式 所以開始國內有一些餐飲業者 也陸續進駐了鳳凰城 要來滿足工程師的用餐需求 像是知名的咖啡和蛋糕 在賣店巴蜀杜C 已經在這個月二號 開出在鳳凰城的第一家分店 目前他們在美國的門市數量 已經逼近了七十家 此外 手搖引的品牌 斜角亭在亞利桑那州 已經有兩家店 企劃年底前會再開兩家 而至於八方雲集 今年初 在加州開出第一家的美國門市 公司表示未來不排除任何可能性